大家好,我是龚老师 我是玛格丽德女王女子学校的中文老师 也是国际部的女士 我是学校的工作之一 就是帮助学校和家长 可以很便利地沟通 可以减少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 带来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帮助学生更快地适应在学校的环境 可以更快地开始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的信心 就是我的工作 每一年的深的学生来到学校之后 他们是可以参加一个人心的活动营 在这个活动营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比较快地学习 在我们学校的生活 和一些学习方面的知识 另外一个就是当学生来到英国之后 我们学校的工作人员会在机场那里接到他们 以及负责安排他们很顺利地回到学校 这些就是我们的方法 马格丽德女王女子学校 是位于药克城 药克是位于伦敦和外丁堡之间 在这个城市 因为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城市 如果你看过电影《药丽博德》的话 你应该可以记得 里面有一条街叫做《对国街》 它是受到药克的《玉浦街》的灵感 作者才创造了《对国街》 现在如果你来到药克的市中心去参观的话 你还可以看到那个 绝不能讲出名字的模化电 和模化药水泡 总体来说 我们学校的考试成绩是非常之不错的 我们的学校的面积很大 环境也是挺好的 但是我们都是使用比较传统的小班来上课的 那学生的学习空间 和活动的空间 都是很大很舒适 比于说 今年的我们还建了一个 2022的折执科室 给A-level的学生 那有一班很优秀的老师 指导那些同学学习 所以大部分的同学 在毕业之后 是可以去到最优秀的大学 去继续学责的 我们的学校的体育活动是很丰富的 现在比较受欢迎的 有骑马 以及网球 以及羽毛球 那些 很多同学都会报名参加这些活动 除此之外 还有好像英俄 气器 以及舞蹈班 都是很软门的 当然都有一些比较挑战性的 深的那些兴趣 好像有些同学比较喜欢高速 现在都是有很多同学参加的 我们的学生社团 是一个学生可以发表自己意见的地方 好像我们的国际部 有很多不同年级的同学 就会一起来到开会讨论 学校比较关注的那些市民 都可以帮助学校提高 或者改善我们的服务 就是我们同学都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 是的 我们的学校 国际生和本地的学生 是一起学习和生活的 没有什么分别 在电影年级的时候 可能他们比较多的时间 是跟那个宿舍的老师一起 有老师安排他们的学习和活动的时间 但是他们进了高年级之后 他们就有比较多的自由 可以自己安排这些活动 比如说他们可以选择煮食 这样的一些日常的生活 高年级的同学 还有自己的房间 以及可以选择自己自修的课室 如果他们希望的话 他们又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活动 因为我们的学校 是一个全日的技术学校 是中华的时候 是有很多活动的安排的 如果是学校的安排的话 如果是学校的安排的话 他们可以一起去参观博物馆 或者是有名的展览 如果是他们自己的时间的话 可以跟朋友出去玩 或者是选择参加一些自己的学习和比赛 如果跟不同的国家的同学 还有机会去体验 去体验 去体验 去体验自己国家的一些智日 像中国的生命 是这样的 Margarita女望女子学校 招心的老师 是非常重视 每一个家庭和学生的虚架 是我们的学校 和中国 还有香港的招心代理之间的关系 都是保持得很好 大家一起 可以保证到我们的服务 是有比较好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涉照 是涉照 涉照 可以帮助到很多 简单 brains 可以幫助到很多家庭和學生 比較快速地完成這個心情的過程 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學校的寄宿費用 包含了英語培訓的費用 還有是我們自己的老師來教課 還有指導學生參加準備這個考試 可以更加好的保證 考試的效果 還有很多學生覺得這種方式很方便 我們學校非常注重對所有學生的全面發展 希望為所有學生提供一個優質的英式 寄宿學校的生活體驗 在2022年我們獲得了 英國私學學生的全面發展障害 對新的同學生的全面發展 公北